小豬豆新招牌流沙包 轻轻拨开外皮 金黄色内馅 跟着爆漿流出 这是知名港点点点心 还有鲜的牛腩 淋上日本咖喱汤汁 这道日式风味牛肉面 是精华饭店 首度以牛肉面馆 近居百货的新餐点 这些美食通通成了 即将开幕的微风信义 卖点之一 随着开幕时间 逼近工人忙着整理门面 外头路灯也挂上林志玲代言咒 睽違十二年再度代言百货 由廖小桥亲自指导拍摄 当然还少不了周董嫂昆林 就连捷运出口也有微妙变化 市府捷运站二号出口 可以直通板机百货 而现在正在施工中的连通通道 直接走上来旁边就是微风信义 抱持着商圈共融的心态 那希望就是可以聚集更多的人潮 微风来势汹汹 板机也不敢答应 尽管周年庆才刚结束 马上再推优惠活动 利用聚集效应 把信义区逛街人潮 拉入自家百货 微风信义开幕头四天 板机二楼亲奢侈名牌区 满万送签 再搭配美食街餐点 买一送一 你好 老婆干嘛呢 板机百货的米其林一星天豪运 在微风信义开幕期间 推出买一送一活动 迎战位在微风信义的 知名港点点点心 而点点心则是 开幕头三天大打一折战 有创意点心又有传统点心 融会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就很想把这个食材 带到台湾 给台湾的朋友分享 筹备已久的微风信义开幕时间 倒数计时 开幕记者会当天 东区搜狗跟着举办周年庆预告 看来本货业将掀起一股 强版图大战 记者陈子芬 谢维台北报导